Visual Basic的環境 開發人員 這個 它可能剛開始是放到最大 那我建議你是怎樣 可以把它稍微調小一點點 讓它浮在上面 一邊看 一邊打 那你應該就比較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OK 第1個 第2個就是說 它的開啟方式 裡面有個叉叉 如果把它關閉的話 下一次模組打開來就可以了 那這些都是純文字檔 你說如果你將來 假如這個不見的話沒關係啦 你如果把它放到雲端上面 像我剛剛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嘛 在這裡對不對 你就直接 找到 它的結構一定是sub 門號 一定會有個and sub 頭跟尾 有沒有 清除一定有個清除sub 尾巴是and sub 那你就把頭尾這一段有沒有 選起來 Ctrl C 在切到你的 這個Visual Basic這邊 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那貼上記得是貼在模組裡面 把它貼上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它的那個 程式有的時候 有的同學說 將來如果要備份的話 其實你乾脆把它備份在雲端上 就很簡單啦 所以 我很多程式 如果怕說我這樣找不到怎麼辦 沒關係啊 我就把它貼到雲端上 需要的時候把它貼下來就好 所以 以後如果說你們有大量的範本 也如果假如有的話 你就Ctrl C Ctrl V 別人做過的 比如同學有常問一些問題 那可能我回答了 如果 像什麼 快速的抓網路上的資料好了 你不會對不對 網路上有啊 我好像在我那個其他補充販裡面有 你就把它抓下來 但是前提是 你要知道 改哪些地方 改了之後 按下按鈕 自動都把你完成了 所以 我們階段性的 OK 第一個 是模組 不過可能會有發生幾個狀況 第一個是 同學打開之後 看到叉叉都喜歡亂叉叉掉 他就這樣關掉 下一次的話就想說完蛋了 這東西不見了怎麼辦呢 其實 他就想說關掉之後 再打開會不會就 恢復正常 就按下去 還是沒有恢復正常 就想說 他會不會等一下就好了 所以灌一下 不要太 不要太快 你去喝杯咖啡好了 回來再 點他一下 會不會恢復正常 好像還是一樣 那一天就會非常沮喪 心情就不好了 然後問我說怎麼辦 他就說 老師這個是不是應該要重灌 他壞掉了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記得 點他一下 以後呢 這些東西通通躲在檢視裡面 那個東西叫做專案總管 就出來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知道 有這些東西在哪裡 檢視 記得 檢視 專案 專案總管 下面的東西叫屬性 不過屬性暫時還用不到 主要是用在那個做表單時候會用到 有沒有表單嘛 你如果要跳出來 把椅子友當資料庫來用的話 需要一個表單做互動 就會需要那屬性 所以暫時關掉沒關係 那最重要是這個模組 打開來 城市就在這裡 OK 這個第一個 就是環境你要稍微熟悉一下 反正用久了你會覺得這個大概就 蠻OK的 而且這個環境我就比起來 跟其他語言比起來的話 他算是非常成熟 因為他至少出了二十幾年了 剛開始我寫 就是寫這個東西 他已經存在這麼久了 我想 也用不太 應該已經夠成熟了 如果跟其他語言 比如說R R的話跟這個比 那簡直 只是玩具而已吧 那個東西太不友善了 什麼都要自己打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微軟已經都幫你弄好了 不過那個不用錢 這個可能需要買e-sale才會有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電腦是沒有e-sale 沒有e-sale的電腦好像感覺是 是怪怪的 沒有e-sale 那基本上都會有 所以應該也都會有開發人員 也就是說你也都可以 在這個環境下做開發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用度還蠻高的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打開來之後 那我們剛剛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再回顧一下 最重要的 其實大概就是這幾件事情 你就是 大概對應一下吧 第一個 關鍵點就是 模組 一定要一個就好了 記得不要像有些同學 一個不過癮 再插入 第二個第三個 因為他被蓋住 他不知道有幾個 結果變成說他找不到 他程式寫在哪裡 比如說你可能 已經插入模組 有的同學 再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一打開說 奇怪老師裡面沒有程式 然後結果又再 下一次又打開 又再插入一個模組 一打開 裡面沒有 其實不是沒有 他在第一個 因為你有太多個 怎麼辦 如果你是初學者 我強烈建議 只要有一個就好了 不要那麼多個 如果有一個以上的話 會造成很多麻煩 OK 所以很多時候真的只能 匯出要不要匯出 就不要 移除掉就好了 一個就可以了 OK 好 這個是第一個 只要一個就可以了 OK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主要的 就是學會什麼 最重要的 包含就是一個 是sub 這是sub 一定是public 不過public 有或沒有 其實在這裡 不影響 public是說 共用的 給 所有其他工作表 通通可以 因為我們不只一個工作表 我們這麼多工作表 通通都可以 存取 他 就是public 意思 不過理論上 你沒有加 他也是public 再來就是說 我們會學會 一個叫sales 物件 這個是 所有 VBA裡面 最小單位 就是儲存格 OK 那我們這地方的話呢 再利用他 把後面東西 寫到前面 所以觀念上要慢慢習慣喔 以前的話 數學是教 1加1 等於2 等於的結果是跑到後面 但是VBA剛好 不是這樣敘述喔 他是2 等於1 加1 1加1之後 再跑到前面去 所以你千萬不要 延續 那個以前的數學 那個 那個邏輯喔 記得那個顛倒喔 他是把後面東西串好之後 丟到前面去喔 不是丟到後面去喔 所以有 好像怪怪的喔 不是怪怪的 是規則不同而已 OK喔 所以 如果你只要記得這幾件事情的話 那將來 就應該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做完這兩個之後 但是 總不可能說以後 一直都直接在這邊執行 這樣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需要做什麼 就是 把這個SUB 變成一個按鈕 當我按一下他 他幫我執行 OK 怎麼樣把SUB變按鈕 其實也非常簡單 一切回到 開發輪 就是Excel裡面 二 請你找到 插入 表單控制項 這裡面有兩個 請你用上面這個 表單控制項 用下面也可以 只是 麻煩很多 你要先 你還學什麼事件 暫時不要用這個 用上面這個表單 控制項 點一下之後呢 請你拖拉一下 它會出現實質 大小由你決定 放開 告訴他說你這個按鈕 要對應到 哪一個聚集 其實就是你剛剛的那個程序 SUB 順便把這個名稱按右鍵 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按確定之後 他叫按鈕 4 這時候怎麼辦呢 改名稱 叫門號 那剛剛複製用意很簡單 因為可以省打兩個字 當然如果你不複製 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要自己 把那個名稱乾脆放上去就好了 這樣也比較簡單 可是微軟一直都沒改進 OK 好所以這個地方做好之後的話 一樣 再第二個 再做一個門號 大小由你決定 把門號讓它清除 複製 快速做一下 然後 這樣子的話就完工了 點旁邊一下 這時候按清楚 按門號 就OK了 所以以後你只要做好SUB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按鈕了 但是 這樣感覺好像太正式 有的時候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輕鬆一點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點嚴肅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笑臉呢 如果我今天這個笑臉 然後他當他那個顏色 看你要喜歡什麼顏色 當這個顏色 如果綠色的 那我按一下他 他也可以幫我執行的話更好 或者是說我插入一個什麼圖案裡面有個XX 然後按XX也可以清除的話 那也可以執行會更好 不過你現在點是沒作用 你可以按右鍵 指定聚集 也就是說 所有的圖案 都可以連結到你寫好的那個程序 OK 然後清除 這個按右鍵 指定聚集 門號 也就是說你可以點這個 這樣有沒有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 其實就是 後來有同學是 他根本不希望讓老闆知道說 他會寫這些東西 然後問我說老師有沒有別的 因為這樣太明顯了 老闆一看就知道 你好厲害喔 你會做這些東西 他第一個想說太棒了 那就會想說 哪邊可以讓你發揮你的所長 不是也是好 練功 所以很多同學 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變 辦公室裡面 這方面最厲害的 因為他一直遇到問題 一直解決問題 OK 如果說你不希望 這麼明顯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他除了說可以在 插入裡面的圖案之外 你也可以去美工圖案找 你要的圖案 只要是圖案 上面都會有按右鍵 可以指定一個聚集的功能 OK 在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可以稍微 第一個 把剛剛的VisaVe的環境熟悉一下 記得是一個模組就好了 第二個就是說 讓它變成按鈕 你可以從這邊 去 變為按鈕 OK來試一下 試試看 這樣的話 以後 只要 你寫好的程序 那這些程序當然不見得 你要從頭到尾自己寫 你可以用複製貼上的 其實Google網路上蠻多 善心人士 會幫你寫一點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 怎麼樣 很多工程師 每天都在Google 為什麼 Google到東西 他其實看得懂的話 知道貼到哪邊 會有 那個效果出現 那 其實你可以變化出很多 很多方法 所以前提是 你要知道 這些規則 再來就是說 你要 去網路上找 然後慢慢的增加 你這個功力 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 你會越來越進步 這有點像練功 所以要變成武林高手 跟這個 那以前應用跟設計是兩回事 應用再厲害就是只是 就是只是停留在應用階段 設計的話 其實可以設計 非常 應該沒有 沒有邊界 你能做到什麼 就看你自己練功 練到什麼程度 當然我們初期 會先從 單一個工作表 的 某些 儲存格開始 之後慢慢會延伸到範圍 延伸到欄跟列 延伸到 多個工作表 大概 我想流程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就是 學會用範例的方式 讓各位學會怎麼做 並且從做中去了解到 VBA的運作流程 所以這部分我想 你還是要多做啦 就是你做久了 其實這些東西 感覺好像都很生活化 其實就是一般你工作上面 會用到的這些方法 好